那個獨立教育工作者這東西 他確實有 我可以給一個定義啦 可是黑龍騎士訓練官 這東西我就沒有辦法給出一個定義 這東西其實 有一個典故是這樣 我還蠻厭倦 那個資格論這件事情 就彷彿你要 可以寫出六個A4的 title你才可以出去 講點什麼 不管你做什麼你好像得有個title 這樣很怪特別是對一種很特別不公平 就是在家裡帶小孩 帶了八年的 等媽媽或者爸爸 他是要寫什麼title 廚房的住宅者 你要他寫什麼title 那他沒有可以講的嗎 他根本沒有出去混個什麼鬼來 可是他真的沒這麼行 所以這個黑龍騎士訓練官 就是某一天開始我突然間就覺得 只要 然後 再有任何要 要我 寫出title的 或學經歷的這個東西 我就要加上一個這個 然後我就有機會講一遍 我對資格論的厭倦 大概就是這樣子啊 很抱歉讓很期待的人失望 好 那我就先 先講我剛才想到 但是怕忘記的事情 因為我這個人還蠻健忘 我剛注意到 就是有大約一半的人 之前是沒有來過哲悟的 那也有一些 來過哲悟的人 他其實今天可能是 因為是志工不得不來 或者是某些原因今天來了 我上一次面對 就是成員裡面 就是 聽講的人裡面 聽眾裡面 由二十出頭 這個年紀到三十歲 這個年紀的演講 上一次是在 新竹的哲舞 然後再上一次是在 台北教育大學 整個全部都是二十幾歲 因為他們是 教育大學的學生 再上一次是在 台北民傳大學 也是全部都是學生 所以我要說的是 這兩個東西好像有一點 沒有重疊耶 就是一般的議題 跟教育議題之間的那個 那個好像有一個 不太重疊的地方 可能有各式各樣的原因啊 但是其中一個原因 我覺得還蠻重要的就是 身為小孩的主要照顧者 他很難帶小孩 去參加其他的活動 因為大多數的活動 對小孩 以及他的照顧者 都不是很友善 所以今天我想要邀請你 不是小孩主要照顧者的人 或者你的小孩 特別安靜的人 那你請你們幫幫忙 可以容許這種聲音 因為這是 這是一個小孩正常的狀態 正常放電 小孩的正常放電狀態 就像你會放電 你可能會 鍍鼓 你會想要站起來走一走 這各種放電 我們都是可以接受 那會希望大家也可以幫幫忙 容許一下小孩的正常放電 大概就是這樣 好 這張照片就是其中一個 我們的 我們的啦 我不會覺得這個 這個教育實踐是我個人的功勞 他 或者是我個人做過的經驗 他是 我跟一群小孩 有時候 還包括一群父母 那我們一起做出來的東西 不是我一個人做出來 還有一些是 我們曾經一起工作過的 教育工作者 這樣 中間那個胖子是誰 你們知道嗎 他現在瘦了 來 求顯治律師 這張講座 待會我會介紹 這張講座是小孩辦的 好 那我 右邊 對 按下 下 下 這是我的簡報機 大家容忍一下 他有點不太擅長 等一下一直按下 對 我說按下就按下 好 所以我是一個獨立教育工作者 那我 我成立的工作室叫做 光和人文教育工作室 這工作室解釋起來很複雜 大概要六天 所以我今天就不講 反正就是有一個工作室就對了 然後呢 我是黑龍騎士訓練官 好 介紹完畢 下一頁 我合作的對象包括 國小自學的團體 就是他們是 以一個團體的方式 進行自學的 自學指的是什麼呢 就是他 我們國家現在的法令容許 你不需要去學校讀書 有很多人還不知道 非常多人不知道 可是可以這樣 他是 國家已經 他本來就是我們的權力 然後國家已經 鬆綁這件事情了 於是 我們有很多人 也不能算很多啦 有不少人 他們已經開始以團體的方式 就是我們這一群人講好 我們用同樣的方式進行自學 那這樣就叫團體自學 一起申請 我會跟這樣的團體合作 幫他們上課 或者給他們的父母一些幫忙 這樣 然後再來就是課後共學團體 這樣應該不會影響到你們 這也是正常房間 好 沒有知道字嘛 好 課後共學團體是 那小孩他是去學校裡上課 放學以後呢 他就來我們這裡 進行一些補救教學 就是 很多父母覺得 學校裡面有一些東西需要補救 不是那種課業不夠好的補救 是一種有的沒的補救 譬如說有一個補救很有趣 就是 我現在每個禮拜一下午 都在進行一個 無聊的 度過時光的工作 就是 有一群小孩會來 工作室集合 然後集合完畢 我點一點好 人數到了我們出發 走到火車站 或者公車站 我們就上車 坐到一個公園下去 然後我就坐在旁邊 然後像個老人一樣 看他們在那邊跑來跑去 跑來跑去 啊 公車怪到 欸 小孩回家囉 大家回來 那我們就上公車坐車回來 這樣 什麼叫做虛度時光 這個就是虛度時光 但是我還不能拿書出來看 因為那樣有為我的工作倫理 我就只能看著他們 像個老人 可是他們需要這樣的補救啊 他們需要這樣的補救 在去學校的小孩 需要這樣的補救 很奇怪齁 像住在台東的朋友說 你們城市人是怎樣 小的喔 這還要花錢送小孩去 瘋了是不是 沒辦法 我們的城市的小孩 也需要這樣的補救 嗯 國中自學團體 就一樣啦齁 啊 高中自學團體 然後呢 成人的工作坊 啊 喔 這裡沒有寫到 還有那種個人自學的 就它不是用團體的形式 申請自學 跟國家申請自學 它是用個人的方式 跟國家申請自學 然後可能有好幾個個別的自學生 然後他們湊在一起 然後找我開課 就開一門課 大概是像這樣的形式 那有時候 有時候 這些課後共學的小孩 會跟 申請自學的小孩一起上課 這樣子 好 下 我來簡單定義一下 我來簡單定義一下 這個其實 好 嗯 下一頁就好 獨立教育的粗略定義 我粗略的定義 因為 因為我這個人沒讀過什麼書 我 我 我大多數的 能說出來的東西 大多數都是靠 都是在 教育現場 實際上去 去 做 然後想 然後一邊做一邊想 一邊試著自己論述 然後去建構出來的 當然也不是完全沒讀書啦 那是很謙虛的說法 欸 可以這樣嗎 好奇怪 不是 真的沒讀過什麼書 欸 你也覺得很好笑喔 成功 所以這個 我就是沒有讀很多 那像這樣的paper 我是一定沒讀過 所以我不知道 到底有沒有一個 學術上的定義 但是我們就大致這樣 這樣了解 嗯 首先我們就先 粗略的分體制 跟體制外嘛 那體制內 有公立學校 私立學校啊 公立學校有分 有特色跟沒特色的啊 然後 然後 大家知道嘛 現在有特色的學校對不對 那剩下的是什麼 阿不就沒特色 不然怎麼辦 我不知道怎麼定義他們啊 那再來就是 私立學校 也有分特色的跟精英的 這樣子 體制外呢 就可以分到 有一些是NGO形式的 就是它是組織形式的 方式來辦學的 通常這種都是類似學校型態 就是它是 有一個很像學校的組織 可能有固定的場地 有不同科別的師資 有課表 大家一起上課的課表 譬如說 比較有名的 就像是森林小學啦 種子小學啦 然後還有 華德福小學啦 還有 宜蘭的人文中小學啦 全人高中啦 還有 一些我可能不知道 然後 獨立教育 這個東西呢 你 先從這裡開始想像 就是大家有去過那種 你們現在不知道有沒有 我這個年紀的時候 有一些跟我差不多年紀的人 你一定知道 就是我們有那種 家教班 對不對 一個老師他自己開 然後在家裡 然後偷雞摸狗的 把他在學校沒教的東西告訴你 對不對 就是這種東西 他說起來 他也是個獨立 獨立教育工作者 如果我們覺得那個是教育的話 不過他是充分獨立的 就是他沒有老闆 他就是他自己 那這個獨立跟 不是獨立的差別在哪裡呢 有點像是這樣子齁 我後面會解釋 好我先把下面講完 獨立教育可做的對象 可能就有自學生 然後也有團體共學 團體自學 其實就是我工作的心態 你遮住了 頭退後一點 好 然後 對啊 你可以坐到桌子上 應該還好 好 對 然後呢 NGO NGO那邊就會有實驗小學 NGO那邊也會有 就是公辦民營的特色學校 現在也有這樣 而且越來越多了 因為那個廢校的數量增加了 那現在我們在國家在推讓廢校可以 BOT給法人 這樣子 好 大致是這樣 先把這個解決好了 有沒有人對這個東西 有疑問的 對這個粗略的定義有疑問 有嗎 如果沒有我覺得要往下講囉 好 好 那我先往下講喔 下一頁 來 有人想知道 台灣全台灣各地有哪些家夥在幹這件事嗎 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有一個很鮮豔的綠色的東西 這就是已故的意思 已故 先人在這裡 本人來了就不用準備排位跟照片 就是各種原因啦 不過 不過一個 我應該把那個嘉義的弄成淡綠色 因為這個東西其實不是很好做的東西 他有很多現實上的困難 講個三天三夜也講不完 那嘉義那個冠章 他現在在讀博士班 他這個人非常的神經病 我不能用神經病來說 不過他真的是一個不太正常的人 這個不太正常的傢伙呢 他 我覺得 有機會哲無可以找他來 他還蠻好笑的 他的博士 博士班申請書 不是 博士班申請書的推薦信 是希拉雅的祖靈寫的 你看 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在講什麼 不過就是那個意思 很奇怪對不對 希拉雅的祖靈幫他寫博士班申請書的推薦信 很奇怪吧 怎麼會有人做這種事 然後他上了 這研究所在幹嘛 沒有啦 可是真的很有意思 他跟著 龔卓軍老師在做台灣的 藝術 台灣的藝術 陳陳波不太算喔 陳陳波還是西洋藝術喔 你看他畫的是什麼畫 他畫的是 我不是說那很糟糕的意思啊 我說 趕快補一下 我不是那個意思 我說 他畫的是西洋畫 那台灣有 自己的本土的藝術 在廟宇裡 在廟宇裡 那他正在做這系列的研究 那一個博士生非常忙碌 而且他又很喜歡吃 一天花很多時間在吃東西 於是 家裡的東西真的超好吃 不能怪他 於是他就花了 他就真的很忙啊 沒時間工作 這樣講聽起來好不正經喔 不過就是這樣啦 那 還有一定還有很多我不知道的啦 像台中有一個 Ray Bobo 然後後來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比較少看到 臉書上看到他們 然後呢 Ray Bobo也蠻有趣的 我印象中他們是 長頸錄 安晴班轉型的 就是他們就脫離 長頸錄安晴班 還是別的 何家人之類 反正就脫離 然後就自己成立一個工作室 啊原班人嘛 這樣子 就還蠻好玩的 然後還有這些人 就是這些人啊 啊 第一個比較是一個NGO的社群 那這個社群有好幾 很多位獨立教育工作者 這樣子 你如果需要 北區的朋友 如果你需要 嗯 教育者的話 跟他們聯絡說不定有機會 他們有一個平台 那你聯絡我是沒什麼機會 因為我手邊沒有人 然後呢 新竹這邊就有 現在有兩個獨立教育工作者 啊還有 還有一些我剛認識的 就沒有特別寫上去 或者是他沒有成立工作室 啊 嘉義 台南 高雄 這樣子 大概是這樣 我是所知道的 那一定還有別的 我不清楚的 欸你怎麼跑走了 沒有沒有我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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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按嗎 我自己按喔 蛤 你快點 好 啊我們 我們這個公民 題目是什麼 喔社會實踐 這個社會實踐啊 我們做過這些事情 好 這是我們討論過的 也是 應該不只是討論啦 因為 我們也確實去很多的現場 有這些事情這樣 一大堆 而且應該是沒有列完啦 就是我 就是 在準備的時候 我就憑著印象就打一打了 大概就這些 謝謝 還蠻多的這樣 蠻好玩的 那我們來看一些照片 欸你不要跑來跑去 好 這個 地方 應該有人去過吧 現在不在了 欸 沒有人去過 這是那個 士林王家 就是 什麼最富有的 丁子戶喔 就是即將要當內政部長 那個人說的 我們在2012年的時候 就是有去 那時候正是他們在 很緊 他們那時候已經 房子拆掉了嘛 然後 變廢墟啦 底上都是 磚塊什麼的 我們有一個媽媽 她本來就一直有關心 這件事情 她就帶女兒去幫忙 因為那時候他們有號召幫忙 把那個布品從那個瓦力堆裡面找出來 真的都在裡面喔 學生的啊 家 他們自己的啊 都沒有被好好的移出來 可是都在裡面 也不是說要怪誰啦 不過現況是這樣 然後我們有個媽媽帶她女兒去 她女兒從裡面挖出金條 金項鍊 金項鍊 這樣 然後那個 王家阿媽很感謝她 對 神手 超厲害 我只能挖這種破爛的外套 沒有人要 挖出來不知道幹嘛 然後呢 這是一個營隊 是一個社會營 我們一個夏令營 那天 那天夏天好熱 我們就帶小孩去 理解這個議題 從各個角度 從市政府的角度啦 保留 欸 就是王家的角度 還有同義戶的角度 還有 還有 還有聲援的學生的角度 警察的角度 從各個角度去理解這個議題 這樣 我們就實際去到現場 因為我們覺得在家 在 在 教室裡面 或在室內 你無論怎麼解釋 都沒有 沒有辦法真正清楚 或者是 你收到的訊息 還是 被篩選過 然後很片面的 所以我們就讓 我們就讓 小孩去 我們就帶小孩去現場 去現場 其實有很多可以看的東西喔 譬如說 下一張 你很忙喔 好 這個 有很多人覺得社會議題的現場很危險 可是其實是很容易分辨出來的 這其實算是我去過 算是 欸 不是最危險 最危險 後來國民黨輕易的超越了 所以 這個 這個算是 在324之前 我去過最危險的現場 就是 他們那邊 你可以看到那邊 有一群人撐著雨傘嗎 那就是 工人 跟 跟網家的人 以及 生員的學生 他們正在 那要怎麼說啊 有點像是一個儀式 就是 工人每天都要開挖土機 不然沒有錢 就是要發動 這是他們被要求要做的 工作內容就是去發動挖土機啦 可是今天他發動了挖土機 你哪知道他是只是發動還是要開來把你的 組合屋拆掉 於是每一次發動 所有人都很緊張 就要跑去那裡 去防止他們真的來拆組合屋 我們那時候剛好在現場 他們學生就來跟我們說 現在正是危險的時候 就是後來成為名人的那個 那個誰啊 86 那時候還不是個名人 86他 那時候就來跟我們說 傻傻的就說 欸 要發生危險 你們去旁邊這樣 我們說 可是我們就很白目 我們說我們好想看 86就說 那不然你來這裡比較安全 然後就把我們帶到那個 一個安全的地方 去看 究竟現場是發生什麼事 他們就 就86在旁邊跟我們解釋說 每天就是要發動一次啊 然後他們怎樣啊 86還會為他們說 其實他們也是 沒辦法 這是他們工作什麼 大概像這樣 那我們小孩就在這邊看 小孩也是 其實不太能夠理解 這整件事情是怎麼回事 不過光是到現場 這件事情就非常的重要 他可以看到很多 我們在 我們在教室裡面 沒有辦法重現的東西 其中包括可以吃到王家很勤的西瓜 像這樣 就去哪裡都可以騙吃便喝的小孩 就是這樣 下一張 剛才那我再講一下 就是很有趣的是 我們去到那邊啊 誰 就是很明顯有一邊不跟你互動 我們就是王家就很希望大家去看嘛 他希望大家每個人都去看最好 我們去他們就很歡迎我們去看啊 可是另外一邊啊 那些年輕人 那些人看起來就不是 不是在地人 因為都是那種很年輕的小伙子 還有工人 還有再來就是一排 三四個坐在那裡的年輕小伙子 那不是住在那裡的人啊 然後我們那一天很熱啊 王家人又請我們吃西瓜 我跟那個羅仕澤 我們兩個就很抱歉 想說這樣怎麼好意思 又跟人家一直吃吃喝 他還送我們小孩徽章 什麼一直拿 有吃還有狗 怎麼對咧 搞得好像我們是來被圍繞的一樣 所以 我們就覺得抱歉啊 天氣那麼熱 小孩就說好想喝養樂多 我就想說我幹嘛請你喝養樂多 後來想一想 不然這樣好了 我們連王家的人一起買 當作一個回禮 那一瞬間 我突然想說 欸這樣不對啊 那一群坐在那裡的人 他們也 喔小孩 不是我說的 小孩好像說 小孩好像說 欸要不要買給他們 我就想說 欸好主義耶 為什麼不 然後我說好啊好啊 雖然我心裡想 他們不敢喝 我說好啊好啊 你敢去嗎 他說我不敢 我說我也不敢 然後羅仕就說 我陪你去 我說好好 那不然就這樣 我就出錢 去買回來 可是他們不能喝啊 他們不能喝啊 阿王家的人 後來才跟我們說 他們被規定 不可以跟去現場 了解事情的人接觸 你這樣子 到底裡面 是怎麼回事 我覺得 嘖 你要怎麼說呢 很難 你如果能夠攤開 你就攤開嘛 啊你又不攤開 我們想了解啊 對啊 所以整件事情就是 嘖 我也不知道要怎麼說 這件事情 就是我看到的 全部是這樣的啊 然後我也不想再多做更多的詮釋 那個社會營有兩個主題 第二個主題是 兒童 大眾運輸空間 友善兒童的大眾運輸空間 就是我們帶小孩去 調查 新竹市 附近的這些公共設施 譬如說 最主要就是火車站 你們知道火車 幾歲要買票嗎 對不起 身高 115對不對 我印象中115 你知道售票台多高嗎 新竹火車站 120幾 他連裡面人都看不到 你不覺得很超過嗎 我就光從消費者角度來看好了 是哪一個店好膽 這樣子對客人 哪個店好膽這樣對客人 對不對 這種店兩天就關了吧 可是 很不幸的 我們社會可以這樣對小孩 而且沒有人覺得不行 或者是很少人覺得不行 小孩非常氣憤 這是第一個爆點 第二個爆點 是我給他們看挪威的兒童車廂 他們快瘋了 你們知道挪威的兒童車廂裡面有什麼嗎 有溜滑梯餒 有溜滑梯餒 小孩就崩潰 小孩說 我們不是人嗎 蛤 挪威小孩是人 我們不是人嗎 這樣還不夠 我還給他們看台灣的腳踏車車廂 你知道台灣有專門為腳踏車做的車廂嗎 他說我連腳踏車都不如 就要哭出來了 大概是這樣 然後我們就把這些悲憤化為動力 做了一份連署書 我們就真的把 譬如說 我們看 我們去量 實地測量 售票窗口幾公分 然後你幾公分要賣票 於是這樣我們買不到票 那我們希望你可以改成幾公分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還說 你的廁所的洗手台多高 我們幾歲的小孩多高 那我們洗不到手 希望你可以怎麼改 一條一條列出來喔 車站 車站小孩 會很容易想要看火車這樣很危險 那我們會希望你們加上柵欄 或者你不願意加柵欄也沒關係 你可以設置一個兒童的遊樂區 我看新竹車站月台很空 有哪個位置可以設 他連位置都幫你想好了 然後他們也還想到很多 他說這個遊樂區裡面 小孩在裡面玩 那可能媽媽來接他 如果自己旅行 媽媽來接他的時候 會沒有辦法接到他 你可以設置一個廣播器 他想了 小孩想得很清楚耶 現在你都還Google的到這個 這個連署書 我覺得非常的 就是很好啦 就是一個很好的實踐 而且 是很紮實的去做這樣的調查 然後做出一個很具體的建議 你去Google 長毛巷 友善兒童空間 什麼工作小組 大概這個名字吧 長毛巷也是他們取的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反正就是長毛巷 你還看得到這份連署書 然後我們就去街上找人連署 網路也有連署 去街上非常的困難 大家都不理他們 然後他們就覺得 為什麼這世界這麼奇怪 而且最不理他們的 就是國中 國中程度的小孩 國中的小孩 他自己出去逛街 他們就很迷惑的問我說 為什麼這件事情 明明是他自身的事情 可是他一點都不關心啊 他們就這樣問我 我也答不出來啊 王家那邊他們也在做一樣的事 就是我帶一組 這個友善兒童空間 那羅釋者帶一組 那個士林王家的那個 士林王家那個 他們做的事情不是連署 他們做的事情是 請 他們弄了一個公民的說明台 就是 告訴經過的人 跟他說 在台灣目前發生一件這樣的事 我告訴你 很重要 這樣子 然後就沒有人理他們啊 還有一個小孩就 發發發發了 十幾個人都不理他以後 他就 跑回去 巧落 突然在那邊說 跟羅釋者說 我要冷靜一下 然後就在那邊哭 然後 後來他就開始看漫畫 然後看了半小時 他說 我好了我有站立了 又開始繼續去 去這樣 我會覺得這個經驗很棒 讓小孩 就是 對於這件事情 有更具體的認識 這樣 然後後來呢 我們就去找連署啊 小孩有排序喔 最會連署的就是 大姐姐 然後再來就是 大哥哥 然後再來就是 嗯 媽媽 然後 那個 大男生最不會了 男人最不會了 大概就是一個 同情心的排序這樣 小孩 小孩排的 那 那 那 右邊那個啊 就是我們 有連署書 我把網路連署印下來 然後把連署書印下來 把 那個 我們收到的紙本的連署書也 放在一個信封袋裡面 拿去新竹火車站說要交給站長 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一群人在那個 車站的那個門口鬼鬼祟祟 那一直說 就是那錢就是那快拿去 小孩說真的可以嗎 真的可以嗎 可以啊可以趕快去趕快去 我說 有用嗎有用嗎 這樣我們就在那邊鬼鬼祟祟 大概十五分鐘吧 就一直不敢進去 最後小孩終於鼓起勇氣 就四個人就走進去了 裡面最小的那個小孩 現在已經 五年級要生六年級了 那其他小孩其實都 國高中了 對火車站 然後他們就交給 那時候值班的是副站長吧 然後那個副站長要拿 他說 要交給站長嗎 這樣 然後小孩就說 對 然後他就收走了 我也不知道那份文件後來去哪了 不過總而言之 小孩回來他就跟我說 欸真的可以耶 可以這樣做耶 真的可以耶 這樣 我覺得整件事情就是 最後就是要這句話 就這樣而已 就是可以 其實可以這樣做 雖然後面有沒有效 就是很少很少 不過世界的改變就是這樣 就是這麼少 不過是可以這樣做的 四年後啊 王家 後來王家發生的事情 大家不知道 聽不清楚我就不多說了 四年後呢 這是王家的大姐 然後 他出了一本書 他還很記得當初我們帶小孩去 於是他聯絡施哲說 他想要把那些 他想要把書送給當初去的小孩 因為我們送給他們 喔 那些四年王家那個 那一族的小孩 他們送給王家一本 全家福 就是 他們的公民說明台 就是請人家聽完整個說明以後 畫一張全家福的圖案 或者是 給他們一張全家福的照片 就等於是有一個家的那個意向 去希望能夠給他們一個肯定 或者是祝福 這樣的概念 所以 他們很記得這件事情 所以他還特別聯絡我們 希望說能夠把書交給這些小孩 然後還有就是 來我們這邊辦一場說明 而且新書發表會這樣子 不過很可惜的是當初那些小孩 沒有一個可以出席 這真的是一件 我不知道要怎麼說的事情 就是在這些 當然有些小孩他們是因為各種原因 像有一個小孩他在 他在讀森林小學 那一天他就是在學校讀書嘛 就沒辦法 那還有各式各樣的原因 比如說 其實父母對這件事情的支持程度 有很大的落差 有很多父母就是把這件事情當作是 一個人生中的小花絮 他並不會覺得這件事情真的是 人生中應該要好好採住的東西 像這樣子 所以 嗯 就這樣吧 這個是318的時候 我們就上了一門課 就是在討論 318在幹嘛 福茂在幹嘛 退回福茂又在幹嘛 大概大致講完以後 其實最有效的就是那一天去現場啦 318那時候 如果我沒記錯 這是青島東嘛 那這是什麼 紀南嘛 立法院 這邊青島東 這邊紀南 應該是這樣吧 然後呢 這邊是學生嘛 這邊也是學生嘛 然後這邊是台聯 對不對 這邊呢 那天禮拜六 這邊來了一群人 然後 我就跟小孩說 你就這樣繞一圈 喔 欸 然後那個什麼 公投盟在這裡嘛 正門 然後我就請他們繞一圈 去聽聽看 每一個講台拿麥克風的人 到底在講些什麼鬼 就繞一圈回來 繞一圈回來 我們就一個一個開講 學生的講台 就是他們都在講說 福茂是什麼不好啊 為什麼學生要退回福茂啊 福茂的內容是什麼 他會影響什麼 為什麼要退 這樣子 然後呢 台 台聯那邊 他就很明顯 阿公阿嬤坐在那 他們都舉得很明確的牌子 就是會影響什麼業 影響什麼業 影響什麼業 上去講的人也是講這個 公投盟那邊啊 他們說 他們就一直講台語很激動 我都不知道他們在講什麼 因為小孩都聽不懂台語 不過他們看起來很激動 這樣 最後一個是什麼 你們知道嗎 禮拜六那天 來的是誰 在這裡的 就是青島東外面 靠中山南那裡 來的是民進黨 他們在幹嘛 小孩說他們就一直喊動算啊 被民進黨動員 小孩都動個頭啦 動員 他們一直喊動算耶 動員 誰來收割的 你去到現場 怎麼不知道呢 所有有眼睛有耳朵的 走到那裡 你就看得見 事情是怎樣嗎 小孩都知道啊 那個 那一群人一直喊動算 每一個人上去都喊動算 最好他們是 最好那一群人是動員這些人來的啦 根本不可能是這樣 小孩一看就知道 這我根本不用教 也不用講 去到那就知道 這個這個東西我很感動 這很有趣 這你們知道在哪嗎 中部的朋友可能比較 不太知道 這個在那個 文盟樓 盟甲那裡 大稻埕那裡 大稻埕那裡 大稻埕附近 文盟樓是那個 日日春協會的 在 的去點 這是在他們辦公室 文盟樓在對面 文盟樓是 以前的公倉館 那條路以前就是以前的 公倉館的街 這樣子 公倉大家知道嗎 就是性工作者啦 以前性工作者是有牌照的 他們 他們就是 在幫助這些 曾經以性工作為職業的 的人 的大姐這樣子 那天 日日春就安排了一個大姐 跟我們 講她的人生經驗 她就哭了 大姐哭 我就覺得一定會啦 因為畢竟她人生是 這麼的 離我們 我們這麼難以想想 很多曲折 不過 她哭的理由 倒是讓我印象非常深刻 至今都還 一直覺得 這是很有代表性的 就是我們 我們這個班級啊 全部都是自學生 然後呢 這些自學生的父母 其實這裡面只有媽媽啦 這些自學生的媽媽 都非常支持這件事 以至於她產生了非常巨大的力量 那個阿姨她哭了 她說原因是因為 她從來沒有像這樣的感覺被接納過 被社會接納過 社會是什麼 就是以家庭為單位的接納 雖然爸爸沒有去 不過爸爸也不是家庭裡面很重要的部分啦 對不對 所以 所以阿姨省略這個也是很合理嘛 所以 這個 嗯 媽媽們跟小孩去 像這樣 以家庭為單位到那裡去聽 阿姨的故事的時候 阿姨就覺得 被社會接納了 她從來沒有像這樣子被社會接納過 因為以前去的 要不就是研究她的人 要不就是熱情的大學生跟社工 很少有像我們這樣子 真的是沒有什麼特別的熱情 然後又素未平生 我們又無求於她 她也無求於我們的這個情況下 我們就去知道這件事 然後接納她的故事 像這樣 其中有一個問題非常有趣 我們的小孩問阿姨說 如果啊 可以讓你重來重選一次 你會選這個工作嗎 阿姨就問說 蛤 你說什麼意思 然後小孩就再講一次 阿姨說蛤 什麼 然後那個日日村的工作人員 一個年輕的姐姐 又幫他們再講一次 用她的話講一次 阿姨還是不能聽懂 我覺得這個事情是這樣子的 就是我們齁 可能包括我們啊 我們的小孩以及我們 我們可能真的不能理解 有一種人生是無從選擇的 所以阿姨根本聽不懂 我們在問什麼鬼 我後來的理解是這樣 就是我們在問說 還有一次機會 你會怎麼選 阿姨其實根本不能理解這個問句 哪有什麼別的機會啊 哪有什麼別的選擇啊 你在講什麼啊 這樣 那可能是我們這種 一直有很多選擇的人 不能理解 說不定 我自己詮釋是這樣啦 這個 這個 很值得驕傲耶 你們知道這是哪裡嗎 你們知道這是哪裡嗎 這船已經燒掉了 網船啊 這網船 網船 不能上去的 不能上去 它還在蓋 我們就 給它上去 網船 這網船怎麼樣呢 就是 我自己等一下我會講 我在做一個叫地景導讀的東西 我們就會騎著摩托車到處去搜 找一些 值得跟小孩說的地景 就騎騎機經過 看見一間廟很像廢墟 想說 阿家姐看一下 繞進去 一看 喔不對耶 有一個網船工廠耶 它也是要造船廠 在廟前面耶 我們就騎進去 探頭探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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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有一個大家說 你們幹嘛 我們就 喔沒看過網船怎樣 大哥突然間就轉得很親切 跟我們說 喔 阿你們是幹嘛的 我就說我親大的 其實我不是 反正 你知道有時候解釋很麻煩 反正就看 我旁邊那個親大的阿 然後他就說 大哥就直接說 大哥說阿你們親大的 做研究的 我旁邊就說 對阿對阿 然後他說你也親大的 我說 對 反正就先混過去管他的 然後 總不能跟他說我黑龍騎士訓練官吧 所以 進去阿 那大哥本來帶我們旁邊繞一圈 然後我們就 很熱情的問東問西問東西 大哥後來 不知道是他自己忍不住了 很想講 還是被我們的感動 被我們的好奇心感動 他就說 好我帶你們上去看看 哇我們兩個快哭出來 上網船耶 還好沒有 那時候就燒掉 然後我們就 上去阿 那時候也還沒有這些水手 就是 更 我們大概 我跟另外一個朋友上去以後 又過了 好幾個禮拜 我們才帶小孩去 大概三週吧 所以這些水手 就是這三週裡面被騎的 阿這個大哥 中間那位大哥 他就是這艘船的 欸 那要叫什麼 反正就是 負責人阿 阿這艘船是 現在是金氏紀錄喔 他是 全亞 應該全世界吧 全世界還有哪裡 燒網船 就是除了亞洲 還有別的地方燒嗎 他應該就是世界 這最大燒的網船 這樣 然後其實女生也是不能上去的 那你知道我們怎麼上去嗎 然後我們就在那玩床下面 然後每一個小孩就在說 好好上去喔 好好上去喔 然後大哥就讓我們上去了 我還蠻同情他的 可是他就 好啦好啦好啦我帶你們上去 然後我們就 就讓我們上去 在我們帶小孩來之前 其實他有跟我們解釋 為什麼不讓我們上去 因為上面那個木雕阿 就全部都是很高級的 什麼張木之類的吧 他木雕很細緻 像 這個 這個阿 欸 我不能這樣 你看我 有標阿 這個阿 這是木頭刻的嘛 這個是那個 龍頭的 什麼我忘記了 阿後面那個是風向嘛 前面那是龍頭的什麼我忘了 反正那些都是木雕 然後那個龍的那個 形狀什麼的阿 都很細 而且 就刻得很細了 然後很容易斷掉 所以斷掉就很麻煩 結果其實也就把它黏回去 黏回去還好喔 不見就慘了 就是那個斷掉不見就麻煩了 所以 就是大哥不讓我們上去的原因就是這樣 然後 大哥就帶我們上去啦 然後一邊走一邊看 一路上我很緊張 我非常緊張 我一直跟小孩說 你們小心千萬不要把東西弄壞 千萬不要把東西弄壞 然後大哥就跟我們解釋 他看我那麼緊張 他就跟小孩解釋說 阿為什麼 為什麼不要亂摸喔 就是因為你看這個阿 這個很細對不對 阿如果你去給他這樣 搬 然後就斷了 他就 啪斷了 然後大哥就 阿 就會像這樣斷掉了 他自己都斷了 我們還是很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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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我就 好 然後我就問 我就很小心翼翼的問大哥說 阿大哥這斷斷斷要怎樣 大哥就 阿對 先放這裡 我等一下再把它黏回去 等一下再把它黏回去 還好我們小孩都沒有弄斷任何東西 這樣 還貓我秀 阿 這道場後來就燒掉了 燒的時候 我沒有去現場 不過我看 我們有一個朋友去現場 我有看他的直播這樣 燒超晚的耶 燒到好像三四點喔 救命阿 乾都爆掉 然後下一個 阿 我們這個社會課做過一大堆有的沒的事情阿 有一天 就是 我也忘記為何了 我們就是上課 突然間就插體 插到 好像就是小孩說什麼 我們國家什麼什麼鬼的吧 我一時氣重心來 就說 我們國家 阿你是哪一個國家阿 阿他說 阿不就台灣 我說台灣是個國家喔 有台灣啤酒啦 台灣國有嗎 那他就說 蛤台灣不是個國家嗎 我說台灣是個國家喔 阿你有看過台灣國喔 反正就是 我們就開始討論 台灣到底是不是個國家 阿你知道 小四小五的小孩 他們完全不能理解 為何台灣不是個國家 阿他們知道這個現況以後 非常的驚訝 原來台灣不是個國家嗎 他們非常非常的驚訝 那我就開始找各國的護照 給他看 阿你看美國護照上面寫什麼 美國你看美國 阿日本的護照 什麼of Japan 然後 中國的護照 什麼China嘛 對不對 阿台灣咧 你上面有看到台灣 是不是 沒有 阿為什麼上面寫 然後他們就 想說 怎麼會這樣 阿為什麼台灣不是個國家 然後我想知道 想知道來看書阿 於是我們就開始讀少年台灣史了 我超震驚的耶 我從來沒有想過 會用這種方式進去 然後我們就真的開始讀了 然後他們 因為他們感興趣的是 台灣為何不是個國家 那我說那不然我們就來讀日志時期到台灣 跟現在吧 跟近代史 就是近代史阿 然後我們就開始讀了耶 我們就把少年台灣史的第四張第五張讀完了 讀完了以後我們就認識一些人 不是認識阿 就是知道一些人 譬如說 我們就知道林英雄阿 林英雄阿 林英雄是本來就知道 因為反核的時候 他說林英雄先生高很大嘛 所以那時候他們就認識了 然後還認識了 黃文雄 就聽過啦 黃文雄阿 然後 還認識很多人 然後這一群小孩就跟我說 我們找林英雄來好不好 我說 我說不要吧 你找他來我都不知道我要站著還是跪著 他說可是我已經打電話了 我說你可以不要那麼快嗎 可是他已經打完了 他直接打到那個慈林基金會 還好慈林基金會就 敷衍他了一下 就沒有要來 然後我說 你不然這樣好不好 你好歹就是請坐著來 坐著來我就是蹲著就好了 不用跪下來 好吧 你找林英雄來 我不知道我要怎麼辦阿 我不知道我用什麼姿態阿 然後他們就打去問周萬堯老師 周萬堯老師答應了耶 他真的好好喔 我們才這幾隻貓呢 他就來了耶 特地來了 他就特地為我們來 喔人真的超好 你們不要因為這樣就一直去找他喔 不可以這樣子利用人家的弱點 然後呢 結果很好阿 我們小孩就問出很多問題這樣 周萬堯老師人有點害羞 不過他人真的非常好 然後我們的 就是坐在那個角落的那個傢伙 他就說小菜 欸我後來說我不能叫他小菜 我要叫他小菜哥 你知道他幹了什麼事嗎 他知道我們邀請周萬堯老師以後 他給我寫信給黃文雄耶 紅雄你們知道誰嗎 赤蔣案的那個 他差點改變了近代史 就是他對蔣介石開了一槍 蔣經國開了一槍 雖然沒打中 然後他就說 Let me stand up like a Taiwanese 那個人 你們有聽過這個傢伙嗎 這個小菜哥 我也要尊稱他 這個小菜哥 他寫信給黃文雄 黃文雄老師回信耶 說他很願意來耶 這世界是不是哪裡壞掉了 他們為什麼要理我們啊 然後 還好黃文雄老師沒有來 不然我可能就一直趴在那個門口 黃文雄老師身體不好 黃文雄老師就回信說 我很想去 可是身體不好 醫生告誡我要休息 那我們約個七月好不好 等到那個時候 我身體好的時候 我就來 七月的時候 黃文雄老師又寫信來了耶 他說不好意思 我身體還是沒有好 我還是要休息 我很想去 我再休養看看 天啊這偽人啊 希望他長命百歲 真的120好了 100不夠 然後 所以真的做得到的耶 你們就盡量打電話 看你想約誰 我約誰 什麼周杰倫啊 對不對 你想約誰我約誰 啊 這是 秋顯治 秋顯治律師 秋醫師 這事情是這樣的 我們那時候 在研究有的沒的東西 我們常常研究有的沒的東西 那那一次研究的是那個 你們知道 有立了一個法案叫做 兒童禁止看3C超過30分鐘 這個玩意兒 那些家活力的一個這個法 小孩就說 什麼鬼啊 我每天都打8小時耶 30分鐘哪夠啊 隨便用完啊 所以 我們在研究這個法到底怎麼回事 我們去找出立法委員 當初是講了哪些話 然後說要立這個法 那真的你看到你會覺得很扯 其中一個人說什麼 他看到他的孫子 學著保母的先生 手這樣動來動去 於是他就覺得平板不好 What 這樣什麼鬼啊 然後 小孩就說 啊動來動去是有什麼不好 會怎樣 然後還有什麼 反正就各式各樣奇怪的理由 小孩就把這些很荒謬的 那些立法委員講的言論列出來 然後我們還去做問卷 我們去問 就是用網路問卷 問 盡量問很多人 問說 到底大家覺得這個法案是好還是不好 大家意見是如何這樣子 那我們去做整理 把這些問卷 用統計的方式整理出來 還有一些直信的問答 也整理出來 然後小孩就 開始報告 報告 我們就想說我們要去約人嘛 我們想說要約三四個人 一起來語談啊 我們想說約個教育界的吧 從教育的角度談 約個醫生吧 從生理的健康的角度談 約個律師吧 從法律的角度談 然後完全沒有人要理我們 結果邱律師答應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他要選舉 不過 不要這樣說他 不過他就答應了 邱律師就答應了 我覺得沒有因為選舉他也會答應 他就來了啊 然後我們 小孩就 講完我們的報告 然後再換邱律師講 你們去找一下邱律師當時講的話 你可以Google得到 然後我覺得他講得 很有深度啊 很不錯 一個法律人就是應該這樣想事情 這樣 那我們小孩 就辦了一個這樣的演講 這樣 一個講座啦 邀請大家來 還蠻多人的那天 好 剛剛那個是我們社會課的部分 那我現在來講一講 我覺得這個社會實踐不包括 不只是那個 公民或者是社會 還包括一個很重要 就是歷史啦 歷史 手下留情 歷史 所以那個 我主張一種學歷史的方法 不是學歷史 歷史可能是理解 不是了解 了解歷史的方法 是用 很沒有系統的方式學 我主張一種學法是像這樣 就是 亂摸 那有點像是 那種大腦神經 在發展的感覺 就是大腦神經是 很亂七八糟連在一起的嘛 那你想像 今天我這邊亮一個點 這邊亮一個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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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每次這樣 亂七八糟亮在一起 它會形成一個脈絡 自己的脈絡 就不是以前 如果是那種 系統式的教學法 它可能那個東西 是大家都很像的 雖然每個人會個人化啦 可是我覺得 這一種 很 很沒有 沒有系統的 學習方式 會有更大的 個人化 然後也會 非常有個人脈絡 我覺得啦 齁 那我實際的做法是 像這樣 就是我會帶小孩去一個地方 然後告訴他一個 那個地方的故事 那這些故事通常都是 以台灣為主體的 那當然是要以台灣主體嘛 不然 要以哪裡為主體呢 所以 像這個 這一個坑道啊 這個 這個 碉堡啊 它裡面連接一個坑道 在新竹 裡面好像有什麼 幾公里啊 十公里喔 反正超級遠的 啊當然現在進不去 只有名義代表可以進去 搞什麼鬼 我也很想進去 然後這個 這個碉堡啊 這群小孩 那你們知道這個碉堡 誰蓋的嗎 日本人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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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日本人為什麼要蓋這個碉堡 因為 因為 那個 日本轟炸台灣嘛 對不對 自己轟炸自己 然後自己碉堡自己蓋 搞什麼鬼 就是美國轟炸台灣嘛 美國的 美國跟中華民國 那時候聯手轟炸台灣的時候 日本人在二次大戰的中後期 在台灣的各地 興建了大量的地下公事 然後呢 這是其中一個 這個碉堡 據說我沒有實際進去看過 從 史料裡面看到 裡面有 有 有臥室 有 儲水的 水槽 有 作戰的 會議室 甚至還有 也有請示我剛剛講過 甚至還有 那個 練兵場 我不知道在裡面有怎麼練兵 反正有練兵場 像這樣的彈藥庫 當然全部都有 裡面是一個非常大的坑道 我就在這裡寫了一個故事 兩個故事 兩組 第一個故事是 在這裡 當兵的 台籍日本兵 很可以想像有這樣一個人 對不對 因為三角就有一個村子啊 這個村子的人在這裡當兵 然後做翻譯 很可以想像 會有這樣一個人 第二個故事是 一個在這裡當兵的中華民國軍官 然後他還 每天留回家吃飯 這也很可以想像 對不對 當過兵的人都可以想像 就是一個 中華民國的職業軍官 可以怎麼樣留回家吃飯 所以呢 很有趣的是 這兩個人 他們在同一張餐桌上吃飯 這你們可以想像嗎 就比較難了對不對 可是這是會發生的事啊 因為 第一個故事寫是爸爸 第二個故事寫是兒子 就在一九五幾年 一九五幾年 一九六幾年的時候 就是這樣的事啊 爸爸是日本的軍人 兒子是中華民國的軍人 幾十年前 這兩個軍隊 互相作戰 殺得你死我活 但是 幾十年後 他們坐在一起吃飯 有可能啊 而且 就在台灣才有可能啊 可能還有別的地方啦 可是台灣是大宗嘛 像這樣子去理解歷史 就會有一個很有趣的脈絡 而且它會跟地方 很密切的結合在一起 像這樣 這個 這個就有趣啦 這也是一個叫做貓而定的地方 其實這個故事到處都有 這裡是觀音接砲彈嘛 你們知道 台灣的神明很擅長接砲彈嗎 用各個部位 裙擺啦 手啦 什麼 有的沒的啊 帽子有嗎 我不知道 反正各式各樣的地方 還有接砲彈接到手斷掉的啊 這就是 美國轟炸機來的時候 然後 美軍飛行員就 看到底下 怎麼屋底上 站了一大堆白色衣服的女生 雙手張開 在那邊抵擋炮彈 然後 不是 不是美國飛行 有一說是美國的飛行員看到 有一說是山上的 那個防空炮陣地的日本兵看到 那日本兵下山來就問那個 雜貨店的老闆說 欸 前幾天美國軍機來轟炸 你們裝裡都沒死人欸 是不是因為 站在屋頂上 那些女生很勇敢啊 這完全是規則對不對 怎麼會有這種事 反正 反正就是 但是 故事就是這樣 那站在屋頂上 那些雙手張開的白衣女子是誰 絕對不是你跟我嘛 對不對 就觀世音菩薩啊 啊 接過炮彈的神明有非常多 觀世音菩薩啦 欸 什麼欺負人媽啦 欸 媽祖啦 很多啦 很多啦 啊用各的部位接這樣 這其中一個 不過呢 這裡面 這種 不要小看這種傳說 這種傳說跟在地的歷史脈絡 有非常深厚的關係 我們就 這間廟的理事長 就是躲過 那個 飛機掃射的人 在他小學的時候 那 我們就問他啦 就是你那時候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那是真的發生過的事 雖然 不會有白衣女子 站在屋頂上戒炮彈 不過 這些傳說裡面 都有真實的脈絡在裡面 像這樣 啊這個很好玩 你們知道這什麼嗎 中間那四個字是 萬善同歸 你們家附近說不定有喔 這個叫做萬善池 萬善池 有的會叫做 什麼啊 有應公 萬應公 這些 三性公 什麼有應罵 這些東西 這就是台灣的 民間信仰裡面 一個脈絡 叫做 陰廟 陰廟的範圍指的 很大很大喔 有人說不是正神 就是陰廟 和洛人 有一脈的人 踩得這麼死 他們覺得 不是像 關公啊 不是像 什麼孔子啊 這些死人啊 其他的死人 都算是陰的 有一派的和洛人 是這樣認為的 但是 有大部分 其他大部分 除了這一派 很死硬的這一派以外 其他的人 包括客家的人 還有大部分的和洛人 其實沒有踩得那麼死 他們會 把這些東西 歸類到 莊頭的信仰 像這一間廟 就是這個莊的大廟 很有趣喔 一個莊的大廟 是用萬善池做 做中心 那他的典故是這樣的 就是 這個莊人越來越多了 然後呢 他們就要起一間廟啊 這樣才有一個中心信仰嘛 就請堪與師來看風水 看看 就這邊 這邊這個位置好 對出去有山游水什麼的 可是這裡 有人住了 不是人啊 有一個墳住在這裡了 很多的做法是 把這個墳好好的 請到別的地方去 那這邊就起一間什麼三三國王啦 什麼什麼別的啦 大廟 可是這個莊不一樣 這個莊說 欸 先來者為大 我們乾脆就拜他吧 他們就拜他欸 這個孤粉就變成這個莊的 忠心的莊主 莊神了 我覺得這是非常 怎麼講 我覺得這是很動人的情懷啊 很動人的情懷 啊他很在地啊 是一個非常在地的動人情懷 啊我如果來到這裡 我不講這要講什麼 是這些 住在這裡的人 的一個曾經做過的 我覺得很動人的事 像這樣子 的故事 台灣好多喔 啊像這樣的故事 台灣也很多 中間那個良庭 你們知道他叫什麼庭嗎 他叫做萬壽庭 萬壽庭是幹嘛的呢 啊你們有聽過借壽路嗎 啊聽過借壽山嗎 啊聽過借壽公園嗎 啊他們全部都是 像同一個人拍馬屁 你們知道嗎 像誰你們知道嗎 就是老蔣 這是一個像蔣中正拍馬屁的亭子 他落成的時間是10月30號 就是老蔣生日的前一天 民國67年的吧 印象中還是幾年 然後在新竹市的停車 這是在竹東啊 新竹縣 新竹市的十八間山停車場旁邊 也有一座亭子 叫做借壽亭 它在隔天落成 所以新竹縣跟新竹市 就是用同一個方式 在同一年隔一天拍的同一個馬屁 這樣 啊在這裡講的故事就是先介紹這個中心嘛 這個亭子是一個馬屁亭對不對 他在一個風水非常好的地方 看下去就是整個城鎮 還是他現在破爛到沒有人要理他 然後就在附近 竹東水泥場 白色恐怖的時候 有幾個人因為參加讀書會 就被槍斃了 那這幾個人的判決書上面 本來是要關個什麼 十年八年之類的 然後就被紅筆寫的可判死刑 三個人都掛了 誰寫的紅筆 就是這座良庭駐壽的老人 的對象 就是一個這樣的在地的故事 像這樣 可是我不會想要小孩子知道某一個方面的事 雖然我自己當然是主張台灣建國的啦 可是台灣建國這件事情啊 所謂的台灣人啊 那真的是無敵複雜的 你們聽過大臣島嗎 在浙江的外海 有一個群島 他有叫上大城下大城 還有一江山 還有好幾個小島吧 這島上曾經有大概兩萬人吧 如果沒記錯大概是這個數字 兩萬人 在1949年的時候 那其實已經 國民黨已經來台灣了嘛 那來了一陣子以後 你們知道 其實那時期很有趣嗎 就是有人從那邊 跑來這裡投奔自由嗎 有人從這裡開了整個艦隊的船開回去 你們知道嗎 整個艦隊喔 我查到的時候我整個超驚訝的 一整個艦隊給人家開回去 老講會崩潰了吧 就類似這樣的東西很多 然後 這個島啊 那時候在一個非常遙遠的地方 這個島 離我們最近的國家是日本嘛 就是什麼宇納國島嘛 這個 這個 離基隆港的距離 大概是 基隆港離宇納國島的 好像三倍吧 這麼遠的地方的一個島 住了兩萬中華人民 不是中華人民 中華民國的人 這樣子 中共要把他打下來啊 打著打著 反正那時候啊 我覺得這局勢很複雜啦 中共跟美國就談好了 美國就說 美國就跟中共說 你就讓他們走啦 中共就說好欸 你看這裡面一定 他們 共產黨跟國民黨之間 有什麼交換 我也不知道 不過呢 總之呢 共產黨就讓 國民黨跟美國的 聯合艦隊去那邊 把這兩萬人 全部再回台灣 就對了 全部再回來喔 兩萬人 大概兩萬人 聯軍人 全部 眷屬 再回來以後 把這些人平均 不是平均 我不知道他們怎麼分配 分配在全台灣 十幾個新村裡面 就是眷村 大城新村裡面 十幾個 所以他們對 那時候蔣經國 還坐著 黑天鵝飛機 水上飛機去那邊 就是 執行整個撤退的工作 所以他們非常的 感恩 蔣中正跟蔣經國 沒有拋下他們 他們非常的感恩 到現在還是喔 這就是感恩堂嘛 那中間那個 那個 像就是 老蔣的像 非常非常的感恩喔 有些人家裡 還有在拜 還有在拜 講公的 就是長生排位 這樣的東西 那這個 大城新村的 村民後來 很多就是 流落在四處 因為他們原本生活的地方 要 的那個 捕魚的 的技巧 在台灣沒有用 他原本捕的是黃魚嘛 來這裡 他根本不知道 漁場在哪裡啊 就是 不是漁民 就可以捕所有的魚 不是這回事的 可是那時候 國民政府是這樣子 去解決這件事 他就把 他說 你們買漁民嘛 那你們三戶 配一艘漁船 去捕魚吧 這樣 過一陣子發現 他們都沒有辦法捕到魚 就開始哀哀叫 說 那不然發補助金吧 可是會發完 對不對 他說那不然我請 就是我發一個補助款給企業 然後企業去你們村裡面 開個工廠 讓你們有工作吧 那工廠沒多久就倒了 補助金結束 工廠就倒了 所以他們 很少留在村子裡了 很多的村子 後來就 沒了 散掉了 這樣 啊 我不太知道 大城人 他們真正的心情是什麼 或者是他們裡面 有多少種不同的心情 不過當我們在想台灣人 這個概念的時候 不是我不覺得 我覺得這一群人 不行 這些人啊 這些各式各樣的人啊 都應該被考慮進去 還不只是那種 1947年 1949年 從中國來台灣的這些 所謂的外省人而已 還有這些更 更邊緣的 更不被我們所知道的 那一些人 以及接下來我們還有更多 從 各個地方 移民來台灣 的人 他 他可能 來台灣 進入一個婚姻 或者是在台灣工作 然後定居下來的這些 新移民 以及他們的後代 台灣的文化非常非常非常 非常的複雜 複雜到 你根本就很難 正確的 所謂正確的理解 我會希望可以像這樣去理解這件事 然後我還做過這件事 這是親子主題旅行 這看起來陽光普照 可是 其實我當時是毛骨悚然的 為什麼呢 因為 是在這個地方 一個獨裁者就夠你怕了 他有一整個園區的獨裁者 嚇死我啦 然後 那時候天氣很熱啊 我堅持要站在陽光下 因為我覺得那邊陰氣好重 然後 這是一個 戒嚴史 台灣戒嚴的那段歷史的營隊 他是親子的 就是 嗯 有爸爸啦 爸爸媽媽跟小孩 然後我們就去幾個 跟戒嚴有關的地景 然後在那邊說一些故事 這個是 就是 從 開始推動那個 不太轉的 轉型正義的時候 大家 不太收容 老蔣的銅像了 就開始把銅像往那裡丟 這樣 他 現在變成一個 中國人朝聖的地方 他 你進去你會看到很有趣的畫面 就是 他裡面的餐廳 大廳 就是一邊做蔣中正 一邊做毛澤東 我都不知道要怎麼辦 大概是這樣 被老蔣知道 他們不怕被老蔣 就是 我不知道詛咒之類的嗎 老蔣真的想要被這樣嗎 我也不知道 我還蠻同情他的啊 坐在毛澤東旁邊 這個是 鄭南龍的紀念館 嘿 值得去 聽說陰氣很重 你戴個護身符什麼 然後 我講快一點好了 這個是 這個大家可能很難知道 因為我們問台大的人 台大的人都不知道 這個是那個 陳文成紀念廣場 紀念廣場 廣場 對不起 我發音不標準 廣場 廣場要幹嘛 生產什麼 生產什麼 紀念廣場 廣場 他在這邊說陳文成的故事 然後說 根據史料 他是從哪個位置 就是 怎麼樣掉下來的 陳文成是一個 台大的 教授 他本來在國外 然後 他那時候是 有人說 真正的原因是因為 他好像在一場遊行裡面 把小蔣的 象丟在地上 好像是這樣的原因 我有點忘了 他還發表很多言論 還有實質的金錢的援助 台灣的台獨運動 所以他一回國 然後 就被 就被軟禁 然後在他 要 離開台灣之前 有一天他被帶出門 然後他就 自殺 從他的 從一個 台大的大樓 四樓 掉下來 這樣 那 那時候有請國外法醫來 做鑑定 那國外法醫判定是 他殺 可是 國民政府不承認 這個 這個東西也沒有重新 開始調查 這樣 我們就 其實沒有故意要做這件事 可是就想說 那你們有沒有什麼想要跟他說的 這樣 對於一個這樣的 就 右邊那個沒有吃過 沒有吃過 吃過太過分 這樣 就是大家 以自己的 方式去 向他質疑 我覺得有點做作啦 不過是小孩發起的 不過就這樣吧 這個是 警美人權園區 台北警美人權園區 那邊以前是 那個 國安擺設恐怖政治犯的 一座監獄 那聽說也很陰 我是都感覺不到啦 可是我們有人就是 有媽媽跟小孩比較 有靈感的 那他就是 進去出來就不舒服 這樣 如果你想要體驗可以去體驗看看 因為這種原因也可以 好 剛才做過這些事情嘛 那我的核心概念 不是上面這四個 不是上面這四個 這四個也都很重要 可是我有點擔心 太過於強調這四個 會落入一些 一些麻煩 譬如說太落入理性啊 其實有點麻煩 我在教育現場 遇見一種小孩 他非常愛跟你硬摧硬疾 非常會掰 你跟他 你不管你跟他講任何道理 他就跟你講一些五四三 或者是 譬如說有個例子是這樣 就是 我請他把吃完 吃完的那個 免洗餐具洗乾淨 然後拿到回收桶 然後他又不講話啊 我以為他聽到了 然後過一陣子 我就看到他把沒洗過的 丟在回收桶 我說你幹嘛這樣過分呢 你就把他洗一洗嘛 為什麼我要幫你這樣擦屁股 做牛肚子 我就一直唸一直唸 開啟碎碎念模式 然後他就開始 他就不講話啊 他就把那個東西拿去後面 洗水槽 過一陣子回來丟在那 根本就沒洗啊 還是沒洗啊 然後我就很生氣啊 我說你這樣敷衍我 到底是為什麼 他就回嘴 他說 我們家都沒在洗的啊 這是文化上的不同啊 你看多元文化 傻鬼啊 文化上的不同 什麼鬼文化上的不同 他說 我說可是 就是這個東西就是這樣子比較環保 他說你怎麼知道這樣比較環保 你用洗潔劑擠 真的有比較環保嗎 那洗潔劑 排到下水道 有比較環保嗎 蛤 你看多立性 還思辨 還思辨 獨立思考 都沒有啊 可是一個小孩養成這樣敢當 敢當 你可以分辨到 他根本就不是在操作這四個 他只是不想做 然後他只是不想聽你的 後來發現 後來怎麼樣了我就放棄了 我下一次我就跟他說 欸 你吃完了啊 你去洗一下啦 假如你不願意洗好 你就放在那我會收 旁邊一個小孩就說 哇 魯俊宇你怎麼了 你為什麼會幫他做這樣 因為我真的不太會做這種事 我說因為我放棄了啊 那我如果想要他回收 我就自己收啊 他不想做就算了 他就拿去洗乾淨放在那裡 逼 任何一次都乾淨 任何一次都乾淨 他完全沒有運用這四個 完全沒有 可是 可是我覺得 有時候 在這個世界上重要的事情 很複雜 他不是純粹是理性可以解決的 而且如果完全靠理性解決 有一些東西事情就不能理解 有一些價值你就不能體會 有一些東西不是理性可以 可以掌握的 譬如說 譬如說愛啦 譬如說 譬如說 我雖然委屈 但是 呃 委屈啦 有一些委屈不是理性的嗎 對啊 那這些事情 不是這四個能解決的 我覺得 所以 我 我 我主張的社會 或者是公民 或者是 或者是 歷史課 我 我期待 有更多的東西 然後 我的核心價值 是這個東西 我的核心概念是 是 猶豫 或者 或者懷疑也可以 或者是 不知道要怎麼辦也可以 就是像這種 進入一個模糊的狀態 一個 不能說我知道了的狀態 不敢說我 掌握了的狀態 這重要性在於 這重要性在於 當我們面對那些困難複雜的事情 或問題 或人的時候 我們不會直接就說 是你的問題 因為我想清楚了 我們不會說 這個東西萬無一失 因為我掌握了 不要這樣子 我希望小孩不要這樣子 我期待他們 我期待他們能夠在自己的身體裡面 找出那個跟對方一樣的東西 他有委屈 我也會有的 現在沒有 可是我有 我雖然現在沒有 可是我有那個東西 他怕核電廠會爆炸 我也怕啊 我不是不怕 我有這個 怕核電廠爆炸的東西 雖然我更懂科學 而不是我想通了 你怕核電廠 你呆瓜 哈哈 不要這樣嘛 不要這樣子嘛 那樣子的話 如果我能夠肯定他 我能夠 即使在我理性想清楚的時候 我還是能肯定他那個 那個 不管是什麼 脆弱 或者是 或者是愛 或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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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懦弱 不管是什麼 那個東西我一定有的 我一定有 他是個人 我是個人 他有我也有 我如果能肯定那個部分 在爭執 甚至是戰爭的時候 戰爭沒什麼好說的 就你死我活啦 即使是在你死我活的狀況下 我們也不會 我期待小孩也不會 去把對面那個 要被他殺掉的人 或者他要把我殺掉的人 取消他的人性 不要把對方當成怪物 不要把對面那個 要跟你 如果有一天 你真的陷入爭戰 或戰爭的時候 不要把對方當成怪物 也不要把自己當成怪物 不要把對方當成動物 也不要把自己當成動物 我們都還是人 雖然我們基於種種的 無奈而必須 你死我活 可能 可能不要走到那樣 或者是 我們得要爭辯 得要爭論 得要去搶奪權力 想要 得要去 找到 一個決策的至勝點 不管是什麼 我希望可以這樣 這是我在這件事情上的核心價值 會啊 天哪 我還有多少張啊 好吧 我非常快速的講 現在幾點 9點 9點嗎 好 那我很快速的講 先喝口水 嗯 那你想要開放QA的時間好不好 沒有沒有 我想 好 我快速 然後我在教育現場中的時間 是用這樣的方式做的 就是合作式 跟關注還有節制權力 那實際上怎麼做呢 這個東西是這樣子喔 右邊那個啊 我就用長頸路美語來比喻 機構就是長頸路嘛對不對 然後老師 欸這個圖有一點 不太妙啦 機構是長頸路嘛 然後機構會請一個老師叫 我不知道叫什麼名字 小花好了 機構請了一個小花 小花去教學生對不對 你如果去讀長頸路 或你把小孩送去長頸路 教你的人不是長頸路對不對 你知道這件事吧 起碼 不會是一隻長頸路在那 跟砍棒一樣的 不會是他對不對 他不知道會不會講英文呢 不會是他 所以 是個小花在那裡對不對 但是 今天告訴你說你要學什麼的 是誰 不是小花 是長頸路欸 長頸路給你保證 長頸路賣你商品 長頸路告訴你 你或你的兒子女兒會學到什麼 是這樣沒錯吧 對不對 他們在電視上說嘛對不對 或者是在櫃台跟你說嘛 拿出一張DM跟你說嘛 其實是長頸路說的 不是櫃台小姐說的對不對 但是呢 那個小花他能做到長頸路說的全部嗎 那我coding 他就不是長頸路喔 徐薇也是一樣 他就不是徐薇阿 他能做到徐薇 能做到的事嗎 不可能嘛 所以 這裡面的問題就會出在 一個給保證的人不是做的 做的那個人 他又不能完全理解 給保證的人到底給出什麼東西 這是一定會有的 只是那個gap是大還是小 再來就是 學生通常不是自願的嗎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再來就是 當家長覺得 今天這個小花給出的東西 不太對勁的時候 家長會找誰 家長找到長頸路嗎 找不到長頸路阿 他能跟長頸路說什麼 長頸路會為了他一個人而改變教材嗎 不會嘛 所以家長就會像 今天進入這家餐廳 然後我吃晚飯以後 我覺得很難吃 我就再也不來了 我換下一家嘛 一般的教育就是這樣對不對 像去餐廳點菜一樣 我今天點了這菜吃的不好吃 我就去Facebook上給他兩顆心 我就換另外一家 可是這是一個理想的教育模式嗎 我覺得不是這樣的 一個理想的教育現場應該是 父母 不要用家長啦 父母 教育者跟學生 跟小孩 三方合作 一起去找出一個彼此都能接受的模式 當然不會有 一定完全可以契合的 但是有一些人是你可以合作的對象 然後你們可以溝通 去發展出你們都覺得可以的東西 那樣子就可以做很久 就可以做很久 就不會像是去餐點點菜不好吃又換一家 這樣子對任何人都沒有好處 我們只會得出很單調 很無聊 然後很集體化的教育形式 如果我們希望教育形式真的很多元 很複雜 我覺得每一個教育者 每一個教育現場都像這樣子 形成一種合作式的獨立 會是最好的方式 之一啦 可能還有別的 我不要講這個了 好長喔 好我大家再講一下好了 就是 Steven Luke 不管他是誰 他提出三種權力面向 我在現場的時候會特別節制權力 節制的意思就是我盡量不用 可是不可能的一定會用 為什麼呢 首先第一種面向就是 權力的第一種面向就是我叫你去做一件你不想做的事 大致上就是這樣 那這可能用各種方式 打人也是一種威脅恐嚇是一種 壓著他去做也是一種 懲罰跟獎賞也是一種 所以這兩個我不用 這我還真的能做到 第一種面向的權力我還 應該是真的都有做到吧 啊 有一個我做不到 我會用碎碎唸的方式 強迫他去做他不想做的事 小孩還蠻怕這個的 可是這我忍不住 這我性格上的缺陷 第二個面向是 A做了或沒做一件事情 去建立或強化 B參與公共討論表達意見的限制 譬如說 小孩他都很習慣叫 那個教育現場的大人老師 當他叫老師的時候 你就被賦予一個老師的概念 於是他在你面前就會做好 他就會展現出一副學生的樣子 在這個時候 我如果沒做什麼事情 我就在強化了B的那個東西 大家懂我意思嗎 或者是 當一個小孩坐在桌子上 另外一個小孩說 欸不能坐桌子 老師說的 這樣 然後那個 A小孩就下來了 如果我看見了 我沒做什麼事 那我也在強化這件事 所以我這個面向的話 我就會做什麼事 我會去跟他說 為什麼桌子不能坐 然後我就一屁股坐上去 他說老師說不能坐 我也是老師啊 我說可以坐 他說你不是說你不是老師 我現在是 所以就開始 我就開始讓這件事情變得很複雜 然後我就開始做一些事情 去讓B 能夠 那個討論公共事務的門檻降低 或者是讓B 去做他想做的事情的那個門檻降低 這是第二個面向 我會試著去做這樣的事 然後譬如說小孩很喜歡服從別人 我就會想勁幫他 讓他不要服從我 像譬如說 小孩就會來問說 我可不可以尿尿啊 我就說不行 剛才小孩都很驚訝 竟然不能尿尿 然後我說沒有啦開玩笑啦 或者是旁邊小孩就說你不要理他 你就去尿尿幹嘛問他 像這樣 反正他每次來問我說 我可不可以尿尿啊 不行 我可以去幹嘛嗎 不行去 不准去 你現在要學狗教 為什麼要學狗教 之類的 然後久了以後小孩就會說 小孩就會不理我 可是他還是來問喔 超奇怪的 他就跑來問 盧俊我可不可以尿尿 我說不行 他說誰理你 就跑了 混蛋你問我幹嘛 像這樣 還有一個 還有一次很好玩 就是 每個來很久的小孩 嗯 就是在一個廟的階梯 我要講故事 那個廟的故事 我說欸來 全部過來 三個一排做好 一二三四 四排 開始 然後 這些老小孩每個人都說 你神經病啊 現在搞這搞什麼 我說 阿不能讓我體驗一下 我也想體驗這種感覺阿 然後那些老小孩就在那邊坐坐 阿 他新來的就會說 快坐好快坐好 你快點來坐好 三個一排 沒聽到嗎 老的在那邊說 你那麼認真幹嘛 他不知道在搞什麼 然後就 就坐 還是坐 有一個傢伙 他就給我坐在第四個人那個位置 他就給我坐下去 然後一直衝著我笑 他來很久 來五年 我說你這個混蛋 你給我去後面坐 他說我不要 我說 他就說 好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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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了不起 我跟你說啦 你坐這裡會擋到人 人家要過啦 留一條安全通道 好不好 他說好啦好啦 他就坐到後面去 欸這就是尊重 你知道嗎 什麼是尊重 尊重不是我叫你三個一排 就是三個一排 那哪是阿 他是服從嘛 尊重就是 他覺得這件事情 可以對別人帶來好處 他願意你這麼做 而對他 對他來說也沒有太大的傷害 他願意那樣的犧牲 然後去照顧別人的需要 這就是尊重嘛 對 這樣就是尊重 然後 我會盡量去做那個 就是去破壞那些有的沒的東西 讓這個東西不會一直在哪 還有投票阿 投票也是阿 小孩每次 都會說 像我們旅行課 不知道要去哪的時候 小孩就會說 阿不然來投票 你知道什麼時候 他會說阿不然來投票嗎 就是他人多的時候阿 這些人都很驚的 我說每次有人說 阿大家來投票的時候 我說 好阿 我們來投票 把你身上的錢拿出來 大家花阿 大家舉手 全部人一口氣舉手 沒有沒有沒有不能投票 不能投票 阿你不是說可以 不能投票 不能投票 然後就不能投了 像這樣 那這也是在做這件事 第三個面向是 文化或解構讓一個人 他沒有辦法意識到自己在做 違背自己真實利益的事 這其實是一個 那個真實其實是一個很麻煩的東西 我們先不管它 總之就這樣 譬如說 由上而下的秩序跟規則 我在現場會盡可能的避免這件事情 但是 不可能完全做到 這樣 譬如說 過馬路這件事情阿 因為我曾經有小孩 真的差點被撞死 所以我很害怕 阿我就會規定過馬路一定要 非得要 非得要 完全不能抗拒的要 大家一起過 這樣 就所有人聚在我身邊 我們在一起過 這是我完全沒有要 就是我製造一個非常高的門檻 當然沒有辦法參與公共政策的討論 就是這樣 阿在這些事情上面我真的做不到 我得要承認我在這些地方 不是個教育者 不是不是不是個夠好的教育者 而是我不是個教育者 在這些事情上面我完全沒有要教育的意思 而且我就是在做反教育 就是這樣 我承認這件事情 就這樣吧 然後這位是一群怎樣的孩子呢 就是 我覺得訪問我的人很可憐 之前有一個人訪問我 我就跟他 他說你喜歡小孩嗎 我說我不喜歡 他就蛤 他說這可以寫嗎 我說你寫啊 然後後來又有一個人訪問我 他說 你是依靠什麼熱情撐下去 我說我沒有熱情耶 不好意思 他說那你堅持什麼 我說不好意思我也沒堅持 然後他就 痾 然後我覺得他不知道問什麼 我說不好意思啊 讓你難寫 阿昨天又有人訪問我 他想要報導這場講座 他就問我說 你覺得 你交出的小孩跟體制內的小孩會有什麼差別 我說 我實在也說不出來 可能十年後的人才有資格說吧 然後我講完以後我也很同情他 他要怎麼寫這個答案呢 我覺得真的是這樣耶 我不能說什麼 因為我不敢說體制內的小孩 他一定 失去了什麼關鍵的東西 因為大家 這邊的大多數人也都是體制內出來 然後你們也坐在這嘛 我不敢說真的少了什麼 我不敢這麼說 現在 不過說不定十年後的人 他可以證明什麼 我不太確定 但是我確實看到 我們這邊的小孩有一些特別的特質 譬如說 他對第一面向第二面向的權力特別敏感 那種我們可以簡單叫他壓迫 就是我強迫你去做某件事 或者是 我讓你很難參與某些討論 我們的小孩對這兩個東西非常的敏感 他們很容易知道 你現在在幹嘛 而且他們會反抗 他們之所以反抗的原因 也是出於我不會去壓制他們 他們在學校也是乖的跟貓一樣 欸貓不會乖 乖的跟狗一樣 他們在學校還是那麼乖 可是他們已經這麼敏感了 所以他們來我這裡的時候 會反抗 我偶爾不小心用到的時候 他們就會反抗 這是他們的特質 我們有一群小孩 就包括我家小孩 我家小孩從來沒有被打過 一次都沒有 也沒有被強迫過 只有兩次看醫生 這樣 從小到大 只有兩次被強迫 就是看醫生 除此之外 一次都沒有 任何的事情 你講的出來都沒有 刷牙 洗澡 吃飯 全部都沒有 這一群小孩長大以後會怎樣 我不知道 不過他們有這些特質 有這些特質 第三個特質是 他對文化上的壓制 很沒感覺 像今天早上 他被一個同儕嘲笑 他完全不知道那個人在嘲笑他 那個人笑他說 你不會騎腳踏車 你怎麼不練啊 不會騎腳踏車 我兒子覺得他在講的只是事實而已 他就 對喔 我不會騎腳踏車 你為什麼要講那麼多遍 大概是這個心情 他變很無感 非常無感 包括那個 之前有一次就是 你知道長輩很喜歡 衝敵小孩 有時候啦 然後 他就會對長輩的衝敵 進行一種遊樂機的破關方式 就是每個獎輩會 就是一桌長輩 然後長輩就會發明各種衝敵方式 然後他就會去到這個 然後這個長輩用這個方法衝敵他 他就用一個方法破關 然後這個長輩用這一招 他就用另外一個方式破關 他沒有覺得他被玩到 他反過來去玩那個長輩 他就這樣一關一關破一關一關破 然後打了一下我的遊戲機 很開心 人型機台 我看到這一群小孩有這樣的特質 很有趣 那十年後他們會怎樣 我也不知道 我超好奇的 不然我這麼多努力是為了什麼 就是我們家小孩 你知道要完全不強迫一個小孩 要付出多大的肝功能嗎 你知道嗎 要非常大非常大的肝功能 所以我很想 希望我可以活著看到他長大一樣 就是我自己啦 我嘴巴上說這樣 可是我還是常常做不到 那做不到就是 他把一個東西弄壞的時候 我會受不了 就是 我 我很洗別人 要把我東西弄壞的那個霧 我自己的霧我沒有很洗他 可是人家要弄壞我的東西 其實就小氣啦 我很小氣 所以小孩要弄壞我的東西 我就會生氣 這樣 然後有時候就會不小心用出來 再來就是 我很少會生氣 但是我 偶爾會被激怒到 真的會自暴自欺想說 我現在不要當個教育者 我要當個人類 然後我要教訓你 像這樣 這一年內發生過一次 我把一個小孩過肩摔 摔在地上 然後 也沒有過肩摔 我就是把他壓制在地上 因為他就很故意啊 他就是 他那一天在 真的也不是他的問題 他早上出門才被爸爸打 去學校完全沒下課 每節下課都在罰站 然後 終於等到放學回家 來我這裡 就是打算要把整天的怒氣發洩在我身上 他每個禮拜輪回就是這樣啊 真的是這樣耶 有一次我就很暴怒 我就對一個小孩說 你憑什麼這樣對我 憑什麼啊你 我不這樣對你 我要這樣對誰 我們不知道怎麼接 你會接嗎 可以教我嗎 就 就這樣啊 可是那一次我真的生氣 我就說 這花好可愛喔 那我看 我教別的小孩來看 他就走過來 裝作不小心 踩下去走過去這樣 裝的一定是故意的啊 看就知道 然後我就裝作沒看見 前面已經累積很多 因為他一直在對我發洩嘛 他又從那邊走過來再踩一次 我說欸你不要這樣 我知道你來生氣你不要這樣 他又走過來再踩一次 我就把他啪甩在地上 就被激怒 就這樣 後來我跟他道歉 因為我覺得我做錯了 好啦講完了 欸欸講完了嗎 欸第三個就是 譬如說我沒有辦法接受 小孩在車上大吼大叫 因為我覺得很丟臉 可是那真的不是小孩的問題喔 因為我們沒有友善兒童的 大眾運輸空間嘛 不完全是小孩的問題 挪威有 六話題欸 啊 然後我們竟然有腳踏車轉用車廂 啊沒有兒童車廂 他們說經費不夠啊 我是覺得鬼扯根本沒有要做嘛 對啊 所以不是完全是小孩問題 但是我還是沒辦法接受 尤其是當有人拿著手機 對著我們拍的時候 還蠻常發生的 所以你們有一天 搞不好會在電視上看到 我們的新聞 那就是我們工作室要關門的時候 我不知道我還有沒有勇氣繼續做 好講完了 所以大家要問什麼 要說什麼嘛 因為有很多同行嘛 你們有想說的可以說這樣子 不一定要聽我說 好 謝謝 謝謝俊逸跟他的那個專用 那個什麼簡報器阿國這樣 那就來不聽說 通常是讓我哭了 謝謝俊逸 我也想說 謝謝俊逸 謝謝俊逸